各位家长 物理60分是不是适合学电子信息 你们觉得物理60分是不是适合学电子信息 你们觉得物理60分65分是不是适合学电子信息 可能会有很多老师告诉你 或者是你自己都认为物理60分65分不适合学电子信息 来 那我想跟你说什么呢 各位家长 首先第一 你学电子信息的目的是要搞研发还是做生产 如果说你的任务就是为了进入到半透体行业 做简单的生产 够不够 够了吧 对吧 你想做研发还是做生产 你要是没有想办法做研发 老师我就是希望能够进入到半透体行业 我能做个生产 我能做一个半透体的销售 够不够 够了 所以说你要干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物理65分 你有没有分析过孩子的65分 是力学好还是电学好 他如果这65分都是电磁学得的分 而不是力学得的分的话 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学 所以说你有分析过孩子65分是力学还是电学 他得分怎么样吗 他是说老师我对电学感兴趣 我得分率高 我对力学不感兴趣 我不怎么刷力学的题 怎么来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你们家孩子65分 是属于哪种65分呢 A 因为考试时间有限 你们家孩子不是说后边的题 不会 他是懒得刷题 他做补完卷子 再加上他有的时候马虎 他没有时间去做检查 而我们的考试是很严格的 你时间到了 没有时间检查 他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 你时间到了 你说我后边提会 不能答了 抢卷子 各位 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纠错的空间 有 但我们考试的时候 孩子没有检查的时间 不一定 二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真的会这么严格要求时间吗 几点几点之前 必须怎么样 不怎么样就不行 会吗 不会的 他是有时间的弹性的 第二种 65分 你们家孩子问天再接500年 他们还是65 不用问天再接500年 问天再接5分钟 他蒙对着都能改错 是哪一种 如果第一种 我觉得是有空间 如果是第二种 他坚决不能学 所以说你跟我说说 物理60分到65分 能不能学电的信息 你觉得这个事 我怎么回答你 你不得看一下 咱们家孩子是什么情况吗 跟孩子说 千万不要让他考大学 查成绩那一刻 成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 他人生的巅峰 应该在后面 你说老师 你现在是你人生的巅峰吗 我个人觉得还不是 我还有其他的空间 你说 你就是你人生的巅峰吗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 你还有你其他的空间 很多人 荣耀时刻 孩子上清华了 上北大了 太荣耀了 我跟你说 这样的孩子 往往更容易 说句不好听的话 失望 就是真的 因为他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他会有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就觉得说 我将来找工作 我得对得起 企划给他这块牌子 你给我这点钱 我不干 我觉得对不起我的名校 往往有的时候 这种情况下 真的很麻烦 千万不要成为分数 和学校的奴隶 你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 而不是要让分数和学校的档次 成为你的主人 知道吧 所以说的话 我真的建议大家 包括我们的很多学生 真的很麻烦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过两天可能要跟这朋友视频 我不知道那哥们有没有在看 我有一个哥们 一个朋友 他孩子在中考的时候 考了这个地方的状元 你猜他孩子现在还是第一吗 那个朋友的孩子 当年中考的时候 是那个地方的状元 你猜他孩子现在还是第一吗 前两天我那个朋友 给我发信息 张老师 我们的孩子终于回到前三十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往往这个状元这个事情 它是偶然事件 它不是一个必然事件 大家觉得对吗 你说再重新考一次 那个状元还会是状元吗 大概率不会 我们奥运会比赛 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和法国再提一场 阿根廷就一定干得过法国吗 不一定 奥运会比赛 这个人在奥运会那个比赛上 得了冠军 你再比一次 他就一定是冠军吗 我觉得不一定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种事情 它是一个偶然 你长期 它是另外一个事 你长期是另外一个事 所以说的话就是 你可以辉煌 但是你人生是你很长的 你有没有一直辉煌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张老师好 你好 您什么情况 我是那个大一的 学生本人 就是现在在这个吉林省 读大学 然后但是我家是那个安徽的 就是 就感觉吧 就是到这个地方 他这个太冷了 然后就是 就好容易 就很容易生病 然后是 哥们跟你体质有关系 跟阿门那天气没关系 我也经常回东北 我也没那么容易生病 你多不练身体 然后你继续 然后就是 这个专业学校也不是特别的喜欢 就像那个回去 现在回去再 学啥的 技科 技科技科学技术 然后呢 然后你有考研吗 还是怎么着 就是 就比较迷茫吧 就是 你可以考工 也可以考研 都可以 就是感觉 就这个大学 就是 在吉林市的 就是 你就别别别说了 你再一会儿就把 你人肉出来了 好 所有的大学都是好大学 你别再说了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 哪一个学校了 但是换句话说 同学数据不好听的话 你当年的成绩 是你自己考的 你赖不着别人 懂吗 对就是 能不能回去复读吗 你都一年了 你都大半年过去了 然后你现在跟我说 你要回来复读 就要复读 半年 反正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你自己不要后悔就行 我没有办法预测出来说 同学 你回来复读半年 你能不能会不会 考得比你现在要好 好的 我没有办法 给你预测这个事情 所以说的话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你不要后悔就行 那以后就是 路径就是考研是吧 对 后来那哥们提醒我了 那个报名结束了 你复读 你这不是半年 你复读一年半 对 这是结束了 对 你早干嘛了 好的 所以同学有劲 好好的 如果你真有复读那个劲 你大学里边好好学 你不要想着说 我周围环境怎么样 因为有的时候 环境是你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同学 你这个现代的环境 是你自己定的 那有的同学 他生长的那个环境 是天生的 这个里边 要碗大鸡汤 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那有的时候 你在那个环境下 就只能在那个环境下 你怎么看 你怎么想办法 在那个环境下去 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是要考虑说 怎么样 有的是机会 不要因为你现在所属的环境 去沉沦 好吗 好的 谢谢张老师 我这边给大家讲一点 你像你这个环境 还是说你自己去选择的 因为当年你自己的成绩 在这摆着 对吧 但是有更多的同学 他的环境是没有办法去 去选择的 最典型的 就是那些所谓的贫困生的家庭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直播间 我卖的这些零食的佣金 你们中间拍秋梨糕也好 拍饼干也好 你们拍什么花生豆也好 拍什么这也好 那也好 你拍的这些佣金 我都是捐出去的 我捐款就一点要求 我说你每一个学校 一定要举办一个 所谓的捐款的小仪式 但我的目的 不是为了做这个仪式 我是想见一见那些 我捐助的那些对象 我希望当着在那个现场 我希望给那些 我捐助的同学 我要给他们讲一句话 包括我们直播间 家里边条件不是很好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一句话 贫困只是你现在的状态 但是你要通过努力学习 把这种状态变了 我不希望贫困 是你一生的状态 知道吗 你像这种 你生长在这种环境下 你怎么办 你不能说说 我要不死了 我囤投胎吧 你能这么想吗 对吧 我如何在现在这种状态下 利用好现在的资源 我自己能去做什么 我希望跟那些贫困学生讲 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这种状态 因为我 就是典型的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变了这种状态 很多朋友说 说老张 所谓的平时比较痞 对吧 我不像一个所谓的老师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 我这个人有点痞 就跟个 对吧 你们能感觉到 我这人性格有点痞 我为什么性格是这个德性 你知道我从小生活在什么地方 我从小生活在我们家火车站旁边 我是84年出生 我小时候是在火车站旁边长大的 我们家是老家黑龙站的七十二是富渝县 富渝这是个县 它是齐北县和齐加县的交汇处 就是七十二到北岸和齐加达起 两条铁路的交汇处 我们家就在富渝站的下面的第一家 那就是我的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 大家你能想到火车站当时周围是什么状态吗 我们家周围全是投煤的 那东西烧煤 我们家周围真的说实话 全是投煤的 全是各种各样 就是乱 就趴火车投煤 你说对了 就趴火车投煤 我们家周围全是这种 我从小是跟这些人的家里边的小孩一起长大的 他爸他妈全是投煤的 投了煤然后去卖 我从小是在这种状态下长大的 那我能怎么办呢 只能去所谓的努力学习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说你看我小时候 就是我小时候在那种生活状态下 那种生活环境下 给我的影响就是 你现在看起来我有点皮 所以说有的时候 当我们所处在一个环境的时候 不要想着去抱怨这个环境 甚至所谓的想再来一次 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那你怎么办 在现有环境之下 我们怎么去努力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好吧 不好意思啊 又给大家关机堂 我爸偷过吗 我爸是抓他们的 我爸是抓他们的 不好意思啊 我爸是铁路的 我爸当时是货运处的 他负责专门抓这帮人 我爸是专门抓他们的 不是偷的啊 我爸是抓他们的啊 这个 你偷过吗 你有意思吗大哥 我 我爸是 Prophet 按摩